俗哥说电影,包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恐怖片《怪谈协会》 一天晚上,某杂志社资深女记者参加了《怪谈协会》一年一度的大会 这个协会招收会员非常的严格 凡是想入会的人必须讲一个恐怖离奇的故事 如果九成的会员认为故事不错,那么才可以入会 协会每年开会的时候还会从欧洲请来用一位名厨 做一道叫阿尔卑斯山羊仔肉的菜 凡是吃过这道菜的人都赞不绝口 这个协会的全名叫怪但极不可思议事件亲身体验协会 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协会挑选主席的接班人 目前这位主席王大白任其一门 必须从三位候选人中挑选出一名重口味不怕死的接替他的位子 女记者坐下来之后才发现 协会这帮人一个个阴阳怪气,看上去都不像好玩意儿 接下来第一名候选人讲了自己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一家会计事务所 小明同学是一家会计事务所的会计主任 工作上勤勤恳恳让二人愿 但即便这样老板阿古还是不满意 整天找他的事 想尽一切办法压榨他的剩余价值 而且还说方良话 不仅如此 阿古还经常拿小明同学开涮 把这个老实人当猴耍 一天晚上小明同学正在单位加班的时候 看到阿古带着两个美女回来 阿古在那边花天酒地循环作乐 小明同学在这边还在忙活一堆的拦着 可把他气得够呛 面对阿古一而再再而三的得寸进尺 小明同学终于爆发 决定把阿古给干掉一切心头之恨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小明同学终于已经来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两人在搏斗的过程中 小明因为害怕反抗 这一反悔不要紧 马上就遭到了阿古的反攻 两人在追打中 阿古不幸犯了心脏病丢了命 阿古死了之后 事无所而马上来了一位新领导 那就是风姿彻跃的小姿 小明同学本来想辞职 但小姿用美人计把他给留住 没过几天 小明同学就觉得不对劲了 他发现小姿的行为举止越来越像阿古 包括捉弄他的方式都一模一样 在一次吃饭的时候 小姿的反常表现让小明同学确定 这个女人就是阿古变 或者说是阿古死了之后 鬼魂附在了这个叫小姿的女人身上 小明同学生日的这天 小姿约他晚上到单位庆祝生日 两人见面之后 小明同学一时冲动把小姿给杀 这个时候他通过小姿的钱包发现 这个小姿根本不是阿古变的 而是他中学的班长 小明同学被警察带走的时候 看到小姿居然和阿古在一起 这下小明同学的脑子彻底乱了 故事讲完了 这位姓马的候选人得了80分 接下来是一位姓钱的候选人 他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一所大学里 这所大学之前经常会有学生 莫名其妙的死亡 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学校领导鬼 小四眼和狗盛是刚入学的新生 来学校报到的时候 脑子里想的不是今后怎么好好学习 而是想的怎么才能泡妞 因此这哥俩 只要是一见到长得有体分姿色的女同学 那就必须过去抽拼几句 根据校工眼镜书的介绍 狗盛和小四眼等 他们一学系有个叫三上的长毛哥 这个长毛哥最喜欢捉动新来的学弟 在学生宿舍楼的门口 有一个叫四不像的雕塑 长毛哥说这玩意很邪门啊 谁碰谁倒霉 小则走民运 大则会飞来横祸 躲都躲不过 晚上长毛哥打算捉弄一下小四眼和狗盛 可这二位由于听了校工的话没上当 既然是一学系 那肯定要上解剖课 老师为了让同学们克服恐惧 给美人发了一份盒饭 而且必须当了张大爷尸体的面 要说张大爷的演技不服可真不行 除了眼皮有时候动两下 其他方面基本上没毛眼 把一具尸体活灵活现的 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狗盛和小四眼正在相互发牢骚的时候 一美女从门口一晃不见 狗盛一看就是一阵干颤的 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了少而不一的画面 到了晚上 那个美女又从狗盛的窗前走过 这下狗盛彻底不淡定 急忙追了出去 这哥们正在门口瞎悬问的时候 美女小倩突然出现 小倩吐气如蓝的 把狗盛的脑子彻底忽悠惨了 小倩也不见外 开口向狗盛借护发素 狗盛拿着护发素来到荷花池 看到小倩正在起头呢 小倩说过来给我捏一肩膀 狗盛一听 立马就撸胳膊拐袖子忙活上 小倩说我做你女朋友好不好啊 狗盛说那干净好啊 一夜无话 第二天狗盛收到了小倩的面条 说凌晨四点在荷花池等着他 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狗盛接到一电话 说小四眼受伤进了医院 狗盛来到医院 小四眼说 那个四不像是真的邪门啊 我今天拉屎的时候 居然把麻丛给做碎了 你也摸过那个四不像 一定得多加小心啊 另外还有 我听说学校的荷花池里 有一个荷花女鬼 经常出来害人 你这人看见女人就走不动道 一定得注意啊 狗盛说什么痴妹亡娘 别胡思乱讲 狗盛来到医院门口打车 一阵阴风吹过 狗盛手里的玫瑰花 被吹到了马路中间 当他去捡花的时候 一辆汽车突然急事来 凌晨四点 狗盛准时来到荷花池 跟小倩见了面 而且还送给了小倩一个项链 小倩也没有白要狗盛的礼物 献上了香吻一枚 狗盛来到宿舍门口 刚好撞进了孝公 孝公说这么晚了还不睡觉 当心撞进那个荷花女鬼的 她的尸体至今还在停时间 好奇的狗盛来到停时间 果然看到了小倩的尸体 这下可把她彻底吓尿 这个时候屋里的灯突然亮了 原来这是长毛哥给他设的圈套 被长毛哥捉弄的狗盛非常沮丧 在宿舍里是闷闷不乐 小倩说实在不好意思 这都是长毛那孙子出的主意 就在这个时候 小倩看到了报纸上的一则新闻 说狗盛在一起交通事故中 已经领了盒饭了 这下可把小倩吓得是花枝乱颤 第二个故事讲完之后 怪谈协会的那道名菜 阿尔卑斯山羊仔肉上来 大家伙吃的是不亦乐乎 接下来是第三个故事 讲的是一个女人 把房子租给了 另外一个女人的故事 故事的开头有两句话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房子 租给年龄外星相貌 和自己相似的人 小袁和老公龙套哥十分相爱 由于龙套哥经常出差 小袁一个人平时非常的寂寞 于是在老公的建议下 在大街小巷贴了很多的招租小广告 打算把他们多余的那个房间里租出去 在贴小广告的时候 小袁偶遇了老叔和老徐 老徐是个神父 整天满世界会有人 小广告贴出去没多久 便有一些很不靠谱的人来做房子 经过筛选小袁选择了年轻漂亮的琪琪 琪琪不仅饭做得好 而且跟小袁也很聊得来 一来二去两人变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 转过天小袁把琪琪介绍到自己的公司兼职 公司的龙套哥对琪琪是赞不绝口 觉得琪琪将来一定比小袁还要红 晚上小袁又带着琪琪来到了自己的娘娘 摸清了小袁的所有社会关系之后 琪琪终于开始放大招 利用超能力让所有认识小袁的人 都误以为她就是小袁 换句话来说 在所有人的眼里琪琪才是小袁 而小袁则变成了琪琪 两人互换了身份之后 甚至于连小袁的狗都不认识她了 小袁一看这情况急忙把警察叫到了家里 可警察一看身份证小袁也蒙圈了 小袁的身份证上居然贴着琪琪的照片 人证物证都在警察把小袁给撵出去了 小袁没办法只好回到了娘家 可没想到她父母也不认识她了 认定她就是琪琪 甚至连照片上的她都被换掉了 看来这个鬼的法力实在是太强了 蒙圈的小袁一照镜子也傻眼了 镜子里的自己分明就是琪琪的样子 走投无路的小袁跪在了琪琪的面前 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琪琪也没隐瞒 说自己就是来找替身的孤魂野鬼 如果在明天晚上12点之前 小袁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那么小袁就会魂飞魄散去找姜王爷里和快 转过天小袁找到了神父老徐 所幸的是老徐还认识小袁 这可把小袁激动的不行了 老徐说今儿晚上你先回家 确定他在家之后我会冲进去用天主的力量 把这个妖孽给拿下 可到了晚上老徐这个笨蛋不仅没起到作用 而且还把小袁给砸晕 琪琪成功的找到了替身 而魂飞魄散的小袁也开始忙着给自己找替身 第三个故事讲完 女记者来到了后厨 发现刚才他们吃的阿尔卑斯山羊崽肉 居然是主席王的白的肉 看完这整部影片我们还是来找唐诗鸭精 三个故事有点水 纯粹就是互动鬼 要说有啥好看的 小袁琪琪确实美 小袁琪确实美